嗨,大家好,我是洛 今天真的超級期待要跟大家來分享我的空空閃 那為了拍這個空空閃呢 我已經蒐集差不多有一年的空瓶 從保養啊,或者是洗頭髮啊,洗身體 甚至到洗衣服都有 那因為之前有非常多的網友跟我說 想要知道我平常是怎麼整理我的頭髮的 所以今天也會有一些髮品的分享 然後我也會直接示範給大家看說 我平常到底是怎麼整理我的頭髮 那在整理頭髮之前呢,先來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保養水當當,漂漂亮亮的小撇包 那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來自台灣的直萃純淨保養品牌 簡單 那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簡單呢 它不只是全程MIT製造 而且它只用天然的直萃有效配方 然後包裝呢,也是用這種透明很簡單的包裝 不只是百分之百的直萃配方 甚至連孕婦啊,素食者,敏感肌 都可以安心使用的 那簡單最出名的商品就是它的 保濕三步驟 那第一步呢,就是這個 簡單玫瑰青春露 這瓶玫瑰青春露呢 我自己已經使用超過一年了 然後也用完了一罐 那它裡面呢,使用的是 是頂級天然的大馬仕格玫瑰精油 就連我這種不是玫瑰粉的人 用起來那個味道都覺得很舒服 玫瑰青春露裡面呢 有蘆蕙膠還有金綠莓的配方 所以會有那種舒緩的效果 像有時候擠粉刺啊 或者是豆豆 會有一點小紅種嘛 然後我就會直接把它用在化妝棉上面 濕敷在那個剛擠完的地方 紅種會消的比較快 然後無論是妝前的補水 或者是急救保濕 玫瑰青春露的效果都不錯 然後是一個天天都可以使用的商品 再來第二部是這個 極淨白蛋斑精華 這罐精華真的很amazing 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 非常非常的輕盈 然後拍上臉也非常快吸收 大家都知道很多主打美白功能的 保養品呢 都是添加酸類 但這罐不是 它是用兩款未服務認可的 美白成分 第一個是阿華熊果素 第二個是 維他命C 沒有酸類的好處呢 一方面就是敏感器 完全可以安心使用 二來就是不會有那種 白天擔心酸類吸光反黑的問題 最後一部是高效復活精華 一開始我收到這罐的時候 我心裡就想說 哇 這簡介寫得很誇張喔 它上面寫說 會是你用過最好吸收的保養油 我就想說那出來試試看啊 看你到底有多好吸收 結果真的超級超級好吸收 因為像這個油 我自己使用起來 擦上去臉上 你就會想說 欸這個成分裡面真的有油嗎 但是它裡面確實是有三款油 就是辣木籽油 厚厚把油 跟蘆薈油 另外一點我覺得 很多人會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怎麼它的三步驟裡面是 化妝水 精華 然後跟油 怎麼沒有乳液 但它這瓶就是取代乳液啊 或者是乳霜 直接最後一道鎖水 這瓶的用途呢 也非常的多元 你可以當保養油 像我自己有時候要消水腫的時候 就很常拿這罐來當保養油 我發現我剛剛都忘了開廣角 想說怎麼那麼近 簡單除了有保養品之外呢 旗下還有療癒系 心靈香氛品牌 JDCENT 跟大家分享我使用的兩款 第一款是之前就有在 Instagram分享過的 7AM 晨光之晶 那它的香味呢 是以柑橘調為主 裡面有否手乾甜橙 鹽藍草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適合放在 比如說辦公室啊 或者是客廳這種公共空間 另一款呢是 6AM的 柏霧森 如果跟我一樣很喜歡木質調的話 這款就非常的適合 它裡面是大西洋雪松 杜松還有黑雲山 是一款很乾淨 然後又很溫暖厚實的木質香 那對簡單保養品有興趣的朋友 一年一度的週年慶 要來了 週年慶的年度優惠呢 是六二折期 然後最多可以折 一千三百八十元 單品就免運之外呢 還有送購物金 而且之後三百毫升大容量的 玫瑰青春鹿即將絕版 大家可以把握這次的早鳥優惠 那早鳥優惠呢 直到9月28號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簡單的官網逛逛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最後 簡單要來送禮物了 只要點選下方資訊欄連結 進入LINE 輸入關鍵字填寫表單之後呢 就有機會可以抽 玫瑰青春噴霧 三十毫升 同時還有兩片 極淨白光透面膜 一共會抽出三位 那抽獎時間到9月27號為止 想要體驗看看簡單保養品的朋友 就趕快點選下方資訊欄連結 參加抽獎吧 好的 事不宜遲 現在就趕快來跟大家分享 我整理頭髮的方式 那我平常整理頭髮呢 我一定都是會先把頭髮弄濕 所以我現在要先去把頭髮弄濕 等等見 掰掰 那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要弄到多濕或是多乾 反正呢就是 沖完之後 我會擦 就是用毛巾擦到 還有一點點濕濕的感覺就可以了 沖頭髮另外一個好處呢 如果你的髮根比較貼頭皮的話 可以在擦乾的時候 它可以稍微站起來一點 我最近最愛用的呢 就是這一罐 Goldwell的藍色珊瑚膠 之前有一罐空瓶 但是在英國的時候 沒有辦法把它帶回來 太佔空間了 所以這一罐我也是用得差不多了 然後它呢 算是我人生中 目前用過 最最最最好用的髮雕 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這個真的好好用 然後我的用法呢 就是 這樣子 我差不多 以我這個頭髮的長度 差不多 這樣吧 可以再多一點點 這樣的 用量 差不多是介於 10元跟50元之間 不管使用任何造型品 就是一定要抹均勻在手掌心上 一定要抹得很均勻 我是甚至會這樣子 就是讓指縫之間也有一點造型品 然後就超級簡單 我通常就是這樣 先隨便撥 因為一開始的那個量會比較多 所以我會把第一下 就是放在我最注重的地方 然後我的通常就是瀏海 我就會把瀏海 都先弄上去 兩邊也可以 稍微 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兩邊有點長了 我會稍微把它壓貼一點 有沒有這罐很厲害 我只是這樣輕輕抹一抹 它就站起來 它這罐超級好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塑形力非常非常的強 然後定型力也很強 再來它是會帶有一點微濕髮感的髮雕 最棒的地方是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非常好清洗 其實我整理頭髮沒有什麼真正什麼訣竅 加上我是有自然捲的人 所以我每一次弄出來其實都長不一樣 我的髮型師都會幫我把一些層次打包 所以我想要哪邊站立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那個很明顯的線條感出來 好我剛才又去洗手間打理一下 因為我就是在鏡頭上看不得 看不是很清楚 反正它就是這樣啊 有沒有這個樹感很強 然後我想要讓它往哪裡跑 就往哪裡跑 這邊我想讓它站起來 也就全部都直接站起來 然後我造型完呢 我就直接透過大自然的力量讓它風乾 這罐在MOMO或是PC Home上面都買得到 再來是來自澳洲的Kevin Murphy 上影噴霧 反正Kevin Murphy呢 就是澳洲非常有名的那個外景造型大師 然後就自己推出了自己的商品 這罐上影噴霧主要就是幫頭髮打底 打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跟化妝的時候擦粉底是一樣的概念 如果是細軟髮就非常適合用上影噴霧 它的功能呢就是讓髮根站起來 我自己的使用習慣呢 是噴在手上 手指前面這邊 然後進去頭髮這裡面這樣子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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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髮根 然後到乾為止 基本上也不用再吹乾啦 如果要直接噴的話 就是要稍微分層一下 然後這樣子噴 因為台灣的天氣太潮濕了 空氣裡面很多水氣 有水氣你的髮根就會容易塌 但是它現在已經換新的包裝囉 是粉紅色的 再來一樣是Kevin Murphy的Hair Resort 海洋天堂 這一罐呢最主要就是要打造海灘造型 你以為有去過海灘嗎 就是你吹了一整天海風 然後頭髮會有那個鹽粉 會稍微有點黏黏的 但是有一種微捲 然後微波浪的感覺 想要看起來有線條感 但是又不想讓別人發現有造型的時候 它會有很微弱很微弱的定型力 所以你就噴完之後 把頭髮的線條弄成你想要走的方向或是樣子 它就可以打造出那種若有似無的造型感 我都會建議就是少量多次的噴 才不會有反效果 最後一罐呢一樣是Kevin Murphy的飛虎隊長 也是我之前用空了一罐 但那個空瓶沒有留下來 然後我這一罐也是只剩一點點 在我發現Goldwell的藍色珊瑚礁之前呢 這罐就是我的真愛 那它主要呢是乳霜質地的髮辣 它是這樣子乳霜感的質地 那我為什麼會說它現在已經不是我的第一真愛呢 因為它畢竟是霜狀 所以它的支撐力就不比那種比較乾燥 比較髮迷感的那種造型品來的強 但是我喜歡它是因為它一樣擦上頭髮之後呢 是有光澤感的 我自己是喜歡光澤感的頭髮大過於霧面的頭髮的 所以這罐我也是蠻推薦的 接下來來分享洗髮精 第一罐呢是這個Esof的Classic Shampoo經典洗髮精 那身為品牌的腦粉 我自然已經是用掉非常多罐 那它的味道就是很舒服的草本味 然後洗起來就是乾乾淨淨 無功無過的那種乾淨 但是如果是女生長頭髮的話 洗起來可能會覺得相對比較乾澀一點 就可以再用一下那個潤髮這樣子 但目前它這罐的配方呢 其實已經改版了 有出了一個新的Shampoo 味道我個人是更加喜歡 因為新版的裡面有添加乳香 很安心很溫和的那種感覺 再來第二罐是這個 Malien & Gates的Papermint Shampoo 我第一次使用到Malien & Gates的商品 我記得是在某一個飯店裡面的備品 我覺得這罐就是只能用在夏天 因為如果在冬天你洗完 然後因為它這個薄荷是非常非常強勁的那種薄荷 可能會感冒 就是因為太冷了 會頭比較痛啊 但如果是夏天的話我覺得是蠻推薦的 尤其是那種很炎熱的時候你洗完 會覺得從頭涼到腳的那種清涼感 我覺得還不錯 洗完頭之後當然就是要來洗澡啦 第一罐是玫瑰的名字 身體潔膚露 那這個之前在那個 EESOP十樣必買面我就已經有推薦過了 還沒有看的朋友可以 拜託去看一下啦 這罐我很喜歡它 除了它主要有花香之外呢 再來就是它裡面有加了黑胡椒跟豆蔻這種新香料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個花香跟豆蔻 綜合起來是還蠻衝擊 但是又很舒服的一個香味 所以這一罐我也是持續的會回購它 再來是Benfor的天竹葵木浴露 我其實試過非常多品牌推出的天竹葵木浴露 每一家的表現都截然不同 像Benfor呢 它的天竹葵裡面就有加了薰衣草跟那個薄荷 然後它裡面也有加了薰衣草嘛 所以整體會有那種薰衣草帶給人的那種 安神定心的那種舒服感 只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很貴 這一瓶是250毫升然後是1250 幾乎是其他的兩倍價 所以短期內我可能不會回購 因為我覺得太貴了 接下來是一個法國品牌 我昨天用那個Google Translate 它說是唸 那這個是它的天竹葵的沐浴乳 也是天竹葵 但是我跟你說 這些天竹葵真的都長得不一樣 這一罐它雖然主打的是天竹葵 但是我覺得聞起來並沒有天竹葵的味道 反而都是大量的花香 然後它的質地很特別 它是有一點半凝膠狀 然後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的一個小缺點是 它沒有很起泡 就它的起泡程度 可以說是近趨於零 有點像乾洗手的感覺 對但是確實是可以洗乾淨啦 只是說可能用量上面就會比較大 但它很香 我知道它很香啊 就是真的是很香 它的持香就很久了 對它很持香 它真的非常持香 那它的包裝這個小的 看起來很可愛對不對 不好意思回購大的長這樣 就是瞬間沒有那麼可愛 那再來分享一個洗手乳 是ESOP的這個復活芳香洗手乳 那它裡面是柑橘啊迷迭香雪松 都是很舒服的味道啊 然後洗起來也是夠乾淨 保持香噴噴的小秘訣呢 除了洗頭洗身體的都要香之外呢 再來就是洗衣精 洗衣精的香味選得好的話 衣服上面就會殘留著那股淡淡的香氣 就是所謂的自帶體香 第一罐要來介紹的也是這個 Jachzone 超級清新香氛洗衣精 然後味道是衣蘭衣蘭 我個人在挑選洗衣精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純天然的配方 第一個是比較不傷衣服 第二個就是那個 起泡不會起的太誇張 反正它這罐衣蘭衣蘭呢 就是裡面有雪松 衣蘭衣蘭 衣蘭衣蘭一直帶給我的 就是那種很神秘 充滿著神秘面紗的感覺 Jachzone的洗衣精洗起來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流香 就是洗完烘完衣服上面 都還是有滿滿的那個洗衣精的味道 那第二罐一樣來自Jachzone 那它這一個呢 是精緻毛料衣物專用的洗劑 要拿來洗一般的衣服也是可以啦 那如果是可以手洗或是水洗的毛衣啊毛料 我就會建議大家使用專門的洗衣精 那它洗起來的效果就是可以讓毛衣變得很蓬鬆 更喜歡的是這罐的香味 它有一個棉花的感覺 它那個棉花的感覺很像是新生兒 baby上面會有的那個味道 所以這罐我覺得很不錯 最後一個是Bondai Wash的洗衣精 那Bondai Wash是澳洲的品牌 主打是那個植物的配方啊 然後無毒啊 味道是塔斯曼尼亞胡椒跟薰衣草 它的香味比起Jachzone 你會感覺到更有天然的那種感覺 它的胡椒味跟薰衣草味融合得非常好 然後用它洗衣服啊洗完之後 我覺得衣物上面殘留的香氣是很很細緻的 很很細微的那種殘留的香味 然後這三罐洗起來都算是蠻乾淨的 再來是有關於身體上面的香味 第一個呢是這個 YESOP的赤香水 赤香水我自己覺得是有那種煙燻 然後有一種土壤的味道 然後可以讓你想像到森林 有品味有質感的成功人士上面會有 身上會有的味道 我們接下來呢是這個 YESOP的腋下身體噴壺 據說這一品已經被印翔推到爆炸 然後我自己也是蠻愛用的 它的味道就是YESOP的草本 然後是舒服乾淨的感覺 譬如說我今天不想要噴香水 我甚至會用它來噴全身上下都沒有問題 然後因為它裡面是有酒精的嘛 為了讓整個揮發快一點 所以噴下去是會有涼感 但有時候要噴的那一下 它就會有點像這樣子的這種感覺 你會嗎? 我冬天都不噴啊 對 就是會冰冰涼涼的啊 天氣熱的時候我覺得還蠻適合噴這個的 接下來是它的雙胞胎 滾珠式的草本陰下體香劑 EESOP的體香劑都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草本 一個就是沒有草本 那有加上草本的配方呢 就是整體更加的溫順感的那種藥草 也比較清新一點 對 最後一樣呢我覺得至今應該 鮮少有人推薦過 就是EESOP的這個 測後點滴 這個東西我很推薦放在客浴 或者是要跟別人共用浴室 或者是出國的時候要跟朋友一起住 Airbnb的時候 不好說 有時候就是不舒服 然後味道比較強烈 那後面又有人要使用洗手間的話 就是不免會有一些小尷尬 那它的味道呢 是濃烈的柑橘跟橙皮 我自己點 我不點在水裡耶 我會點在靠近那個 馬桶的那個壁面上 然後水 沖水的時候 那個香味會這樣子噴發出來 反正 測後點滴呢 就是可以消除自己的異味 不想讓別人聞到的時候呢 就很適合用它 上級的空空場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本集的財神簡單保養品贊助播出 對簡單保養品有興趣的朋友 早鳥優惠直到9月28 記得把握一年一度的週年慶優惠 也別忘了到底下的資訊欄連結參加抽獎 抽獎結果會在9月28公布在我的Instagram 下週會有空空賞的下集 會介紹更多保養相關的空瓶 如果對這集介紹的東西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留言處留言 然後也可以直接到我的Instagram來私訊我 我的Instagram是 小老鼠SEB 底線 底線 LO 那我們就下週見 掰掰 拜拜 拜拜